結婚的時候我們祝福新人白頭偕老 現在包括台灣在內呢 社會卻出現了熟齡世代勞艷紛飛的現象 而且熟年離婚率有上升的趨勢 究竟是什麼原因還有什麼樣的社會因素 今天的冰淇淇時間一起來探討 邀請到的是聯合報採訪中心副主任 梁玉芳 梁副主任 大家好 好 我們剛剛在新聞當中看到了 這一對結婚30年的夫妻 老夫老妻最後因為爭吵引發悲劇 這個個案反映出來的社會現象包括哪些呢 這很明顯的就是一個家庭暴力 就30年來看起來這個女主人 她一直在隱忍她的先生的 對她的不信任 甚至到懷疑她是大兒子不是親生的 懷疑她外遇 然後可能零連鄰居剛剛一個女生說 她都會聽到打耳光的聲音 這真的是吵得非常厲害 那我們都知道如果對家庭暴力的隱忍 很多太太們都是因為說 因為我想要給孩子們一個完整的家 有爸爸有媽媽 然後可能有的還為了經濟支柱 可是這個新聞裡面看起來 這個太太她是自己 每天都還要工作7天 幾乎是一天 一個星期就一天休息 所以她是為了家庭在付出 但是她可能對於家庭完整的執著 所以她就不太想離婚 但是她也跟她的孩子說 她覺得這個婚姻是30年的牢籠 所以這看起來就是長期對家庭暴力的隱忍 這個婚姻裡面沒有辦法得到一個圓滿的解決美好的溝通 結果這30年的牢籠最後就導致死亡 那其實有一個迷思就是說 其實我們越來越注意到那個目睹兒童的問題 就是目睹家庭暴力的子女 那我們常常都為了出發點是為了子女好 可是事實上在不和諧的婚姻當中 在暴力相向的婚姻裡面 可能子女也是間接受害者 因為他們看到爸爸媽媽之間的相處 然後面臨到的衝突跟親情的撕裂 可能對他們未來長大對自己的自信 勇氣 然後對錯的容忍或是對婚姻的看法都會有影響 這有很多的學術報告 所以其實現在的專家都會希望說 能夠在充滿衝突的婚姻裡面 能夠找到一個出路 那隱忍一定不是一個最好的辦法 謝謝大家